苏格拉底 萨克提斯 生活于公元前469到公元前399年 古希腊哲学家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思想和方法不仅塑造了后世的哲学发展 而且通过他的学生伯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哲学 苏格拉底生于雅典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一位使将 母亲是助产士 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尤其在音乐文学和哲学方面展现出卓越的天赋 然而苏格拉底一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 主要通过伯拉图塞诺芬等弟子的记载流传后世 他的人生哲学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通过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话 来探讨道德和正义等根本性问题 苏格拉底的生活简单朴素 他对财富和物质享受毫不在意 甚至认为物质上的匮乏有助于精神的提升 他拒绝当时流行的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观点 认为真理和美德是可以通过对话和理性探索获得的 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因败坏青年和不敬神明的指控 被雅典法庭审判 虽然他有机会逃避死刑 但他选择遵循法律和社会秩序 接受了用毒药芹菜之处子的判决 他认为违背法律即使是为了个人生存 也是不道德的 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以对话为基础 他的哲学方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式反解法 即通过连续不断的提问 迫使对方思考并反思其假设 最终揭示出隐藏的矛盾或无知 苏格拉底相信 通过这种方式 人们可以接近真理 获得对正义美德勇气等伦理问题的更深理解 他的反解法不仅挑战了对话者的信念 还揭示了知识的局限性 苏格拉底的名言我只知道 我一无所知反映了他的哲学核心 即承认无知是迈向智慧的第一步 他反对自负与盲目自信 提倡理性思考和道德自我完善 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以德性为中心 他主张美德及知识 认为一个人只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就一定会按此行事 因此罪恶和不道德行为 往往源于无知 而不是故意作恶 他对美德的这种认知论解释 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并为西方道德哲学奠定了基础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 在他的著作《理想国》和斐多片中 塑造了苏格拉底的形象 苏格拉底通过柏拉图的文字 成为西方哲学的象征 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 并间接塑造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 乃至后来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苏格拉底以智慧和洞察力著称 他的许多格言在后世广为流传 以下是几句最具影响力的名言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活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这句格言出自他被审判式的自我辩护 表达了苏格拉底对哲学和自我反思的高度重视 他认为人必须通过反思自己的生活道德和行为 才能过有意义的人生 未经过反思和探讨的人生 缺乏真正的价值 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这句话体现了苏格拉底的谦逊和对知识的追求 他的哲学方法基于承认无知 并通过不断提问来获取更深层次的理解 苏格拉底认为 意识到自己无知是获得智慧的第一步 德性及知识 Virtual is knowledge 苏格拉底主张美德源于知识 一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人一定会去实行 这一观点成为古希腊道德哲学的基石 对后世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没有美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 这表明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价值在于他的应用 只有能引导人们追求美德的知识 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知识 苏格拉底的一生充满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道德的反思 他的思想不仅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 还通过他的学生传承下来 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 他的哲学不只是理论 而是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事件 他通过对话的方式 启发了无数人去思考正义道德和人生的意义 成为了哲学史上最受尊敬和敬仰的思想家之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